接下來我要再問一下這個介大使 就是我們來看到這是海巡署 這個新竹號在6月12號 進入美國夏威夷的檀香山港口 因此就引發大家的關注 包含因為這個環太平洋軍演 即將要在這個26號登場了 所以外界就多所解讀 這個是來自於海洋裝備 與公務船資訊的微博 就有特別提到新竹號5月29號 從基隆出發 執行所謂的西太平洋漁業的巡護任務 此後這個AIS一直就關閉到6月11號下午 他為什麼要有這個動作 另外現在有專家認為說 6月26號由美國領先29個國家參與的 環太軍演即將開始了 到時候美國跟台灣之間 會不會上演所謂一場意外相遇呢 您怎麼樣看 已經沒有意外 已經相遇 已經在 在這個 在這個 下回已經相遇 這就是美國這個 逐漸在升高 台海的這個緊張的一個作為 那麼跟我們這個海軍的 還有就是海上的這個武力 能夠逐漸正在升高接觸 而且它的能見度也把它拉高 這是美國一個長期的一個策略 過去事實上皇太軍演的話 他有邀請我們 他邀請我們這個軍方的人員 去做觀察員 那個這個都跟兩岸的情勢是有關係的 人家情勢關係好的時候呢 那個美國呢 基本上他怎麼講呢 或者美國跟大陸關係好的時候 他就這件事情我們就沒份 等美國跟大陸關係不好的時候 就把我們拉下去 然後他比如說請你的這個海軍高層 或者軍方高層到夏威夷 當時是所謂的太平洋盟軍總部 那麼他讓你去參加一些會議 那這個中間還有很多操作的方法 他要不要主動發布照片 過去有時候他跟大陸情勢不好 就主動發布一個我們軍方高層 在夏威夷訪問的照片 那他也不做解釋 那現在的話他玩的就更高 他就把我們的海巡署的 最大的一艘四千噸的新竹號 那麼把他在這個敏感時刻 把他讓你到這個夏威夷的 這個美國的這個港口 來怎麼講 來過去啊來他也不吭氣 對不對 那這次他就比較高調 他發布新聞 過去去的是一艘救護漁船 但這一次去的比較不一樣 對所以他就看給什麼船 他現在還讓你這種漁船 舊護漁船或者說公務船隻 這是海巡船最大的一艘 把你弄去 下一次他在這個所謂PACON 太平洋環太平洋軍演的時候 那他可能就請你一艘軍艦去了 軍事艦艇去了 什麼駝漿級500噸 他就這樣去了 所以這個東西美國可以這個 他可以操弄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工具箱裡面 工具非常非常多層級 那都針對針對中國大陸 那這個是整個美國最近這段時間 在這個西太平洋大練兵的 中間的一環而已 他除他們四位很重要 除了把台灣的這個 這個這個所謂海巡署的船 在這邊同一個時間 在夏威夷水域出現 另外呢最近幾天呢 這個法國的這個荷蘭的 最近都在日本還有印度都在日本 為什麼呢 這個過去大概六月初的時候 美國先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這個叫什麼就勇敢之盾 勇敢之盾 這個每兩年一次 過去是美軍自己在關島附近水域 美軍的美國海軍跟海軍 他們自己的一個一個演習 可是今年他把它完全提高了 提到哪裡呢 他的演習地點突破了關島水域 到了菲律賓以及日本 所以現在目前在日本的 這個是屬於所謂的勇敢之盾 這個美國的軍事演練的 這個這一個項目一個部分 對那這些從這個法國來 從這個荷蘭來 從這個這個加拿大來的軍艦 為什麼都在日本呢 那麼他們也是勇敢之盾的 這一個部分 然後在這邊集結以後呢 接下來呢就要往南去哪裡 參加這一次的PACON 也就歷史兩個月 兩個月的環太軍演 所以美國現在這個環太軍演 他基本上他的針對性越來越強 過去你知道 美國跟大陸關係好的時候 他連大陸的軍艦都邀請 就是從來沒邀請我們的軍艦 他也邀請過俄羅斯軍艦 俄羅斯軍艦 他通常都是二十幾國 那這一次呢他就把這些 這個俄羅斯也不邀請 中國大陸也不邀請 那基本上還是一個 差不多二十幾國的一個 一個聯合演習啦 不過他演習的科目 每年都不一樣 那今年他演習的水域 事實上在夏威夷水域之外 也有說可能會到南海的水域 現在還不是那麼確定 不過兩個月的軍演 我覺得現在美國已經 項莊五箭 自在中國很清楚 而且把台灣拉進去 那更具紫色性 更具紫色性 那這是今年喔 那麼下一次這個演習 我認為 那麼美國還會把這個 紫色性 還有讓台灣參與的這個層級 跟他的敏感度 我認為他還是會往上提 所以這一次我們能去 那就是美國要我們去 不是我們想去的 這個拍槓基本上是 美國是總導演 他是總編導 總策劃 那台灣能蔓延角什麼角色 不是我們爭取的 不是賴清德跟美國關係多好 美國覺得這一次我們這個 把台灣釣一艘船來 看一看這麼多船裡面 軍艦暫時不要 這條像樣 這條4000噸級的新的 這個最新的 那麼他船上沒有太多的 武器系統看起來呢 還算是什麼樣 是一種公務艦艇 不是作戰艦艇 而且兩年以前 事實上美國也跟我們的 美國的這個海外訪問隊 跟我們的海巡署 事實上也已經建立了 比較好聯繫 而且還有一些合作的 一些項目 所以雖然把我們的 新竹艦搞去了 可是他還是對大陸還有一個 解釋的空間 如果大陸抗議的話 他就說 這個是海巡署的 這個不是軍事艦艇 對不對 而且這個沒有戰鬥的這種 軍事意涵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美國做事是 第一個有計畫 第二個他們都有紫色性 第三個都是他們主動 好我們再回到這個新竹艦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張將軍 因為他比較不尋常的地方在於就是說 他把這個AIS關掉 因此就引發大家有一些疑點 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關掉 因為那是傳播識別系統 他這樣的話就是 對 比較低調 不然人家知道你的這個 一知道一查 他的頓位 他的名稱 他的國民 他隸屬的單位一清二楚 那人家一查就知道 他為了保持低調隱密 美國這方面可能有要求 你看我們正在報導的時候 他已經在夏威夷了 那當初的時候離開港口的時候 到那個夏威夷多久 有沒有報導 沒有報導 低調嘛 到夏威夷你沒辦法 因為停在那邊 老百姓可以過去照相 停在那邊 上面有那個玄號 你不能把玄號遮住 不可能的嘛 你把名字遮住 那更怪 有的時候會這樣子 此地無垠三百兩 你不遮好 一遮大家更記住 那個幹嘛把它遮了 遮了一遮掩掩掩 會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都是很低調 那到美國了 那可以公開啦 那還在已經到了嘛 那你就怎麼樣 是這個樣 那現在的話 這個船舶識別系統 把它關掉 一直到6月11號下午才打開 為什麼 它已經到達牧地地了 接鑽性的任務 隱蔽航線已經達到了 因為這個船舶識別系統的話 不是說那個 其他的船舶也會收到相關的訊號 那這樣的話 它就破路行蹤了 因為這些東西 軍事外交 尤其對台灣來看 都要非常的低調 儘量不要敲鑼打鼓 不要張揚 不要 你一張揚身世之後 馬上一知道之後 胎死復生 我們就講到了三個字 見光死 因為你見光了 你這個事情 後面取消 因為後面的阻力障礙 非常的大 那個到時候 中國大陸抗議 或者是有其他的事端 那怎麼辦 或者在海上的時候 萬一有一艘那個漁船 它刻意或是不刻意撞到你 那怎麼辦 你說它不小心撞到的 那你的任務後面 後面的任務就取消了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我認為都不能完完全全排除 所以在軍事外交原理上 能夠多做 但是儘量不要說 你說出來的時候 一點都還沒做到 就沒辦法 就此路不通了 那好不能累積的互信 通通沒有了 因為軍事外交最重要是互信 你沒有互信 那大家 你從那邊走漏風生了 我這邊是守口如瓶 你那個人手漏風生 那我守口如瓶幹嘛 所以那我家家就沒有信任了 因為我這個人家守口如瓶 結果人家知道了 結果造成這個案子破局了 我做得好辛苦 整個的參謀計畫作業 演習的這種推估 動向動次 向次的安排 這個演習節奏的推 都安排得好好的 因為一個變動之後 整個重新都要調整 因為你的位置走位不一樣了 少了一個就不一樣了 所以軍事外交 我們在這一方面 我認為尤其是台灣 一定要非常的謹慎 而且要非常的基調 切記敲鑼打鼓 那一敲鑼打鼓之後 那或許人家青年的時候 給個方便 明年對不起 下一次 因為環太平洋軍人 是兩年一次 都是雙數年 今年2024 下一次是2026 而且它行程很長 環太平洋軍人是三 比如說從6月27號到8月1號 是一共36天 是很長 因為它科目很多 它還要集成一個塔拉瓦 兩棲作戰艦 三萬 三萬九千噸 非常大的 是這樣 換句話說 環太平洋軍人家是很慎重 這可能是目前 集成最大的軍艦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要重不重視 29個國家四十多艘軍艦 你就知道 兩萬五千多個官兵參加 就是這蠻盛大 最重要的 騎乘很長 你演習規模大不大看騎乘 你這個小規模的成不了幾天 就結束了 可不可以演完 但是問題大比你 它騎乘很長 因為一個個 這個要海上救難 這個要後勤補給 這個要聯合巡航 這個要聯合通信演練 都要的 這個要火力分配 所以這個要我們講到的 共同作戰圖像的這種說明 那整個就長了 因為大部隊嘛 是這樣 所以我倒認為 我們要有幾個原則 我們要好好把握 好 剛剛我們一輪串討論 包含這個無人機的部分 其實不論是軍方的 或是民用的 都好像如入無人之境 同時他們也一步步在測試 我們的空防壓力 快點夠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 怎麼夠 Keep fighting 超寬版減壓手機掛繩 熱銷款 Live活力 放送款 百搭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 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 加購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夠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